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翻譯水源一瓶在昨天被窦齊隊給開除了 另外呢也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大S探說當初嫁了汪小菲 結果造成了兩死一重傷 到底這三個人指的是誰呢 經紀人也來做出解答了 另外發生在昨天晚上的高雄一輛遊覽車撞寒動畫面曝光 死者的兒子就嗆了他認為是司機亂開車 待會兒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另外呢今天也是國三生歌喉案的乾歌送辦的日子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他的送辦的結果 另外呢白沙屯媽祖到現在還在持續的進香當中 不過現在就有人觀察到了有十大亂象 到底是哪十大亂象待會兒就會告訴你 那首先今天的新聞頭條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這個震驚全球的消息 洛杉磯到齊隊的球星大股祥品他的翻譯水源一平 就驚傳他竊取了大股祥品大量的資金來賭博 專業人士呢調查之後就發現了這個水源一平 涉嫌竊取大股祥品的資金至少450萬美元 而且呢是用來非法的賭博 那球團在得知消息之後呢 已經在昨天下午馬上開除了水源一平 並且交由相關單位來進行調查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星大股祥品 去年底宣布加盟洛杉磯到齊隊 他的隨行翻譯水源一平 就在一旁替在異國打拚的大股祥品 將他想說的翻譯成英文 水源一平本該是大股祥品 最信任的人之一 近日卻驚傳偷大股祥品的錢去賭博 金額更高達1.4億台幣 即使在球場練習 大股祥品也幾乎和水源一平 形影不離 受訪時還會不時的看向水源 兩人的關係看起來相當好 但綜合萬媒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人員日前發現 南加州博弈經紀人鮑伊爾的金流 竟發現有幾筆巨額至少450萬美元 約新台幣1.43億元 是從大股祥品的戶頭匯過去的 當時水源一平還告訴媒體 大股祥品不會賭博 19日水源一平表示 是他去年請求大股祥品幫他還賭債 他也不知道原來透過鮑伊爾 下注運動博弈是違法的 雖然大股看起來不太開心 但還是願意幫助自己 並強調大股祥品沒有簽賭 自己也已經得到教訓 不過昨日水源一平的說辭 卻和前一天的採訪前後矛盾 改口說大股祥品不知道他有賭債 也不是大股本人把錢匯到 鮑伊爾那邊去的 水源一平等於間接承認了 偷拿大股祥品的錢去違法賭博 道奇球團也證實此事 並已經開除水源一平 至於收款的鮑伊爾 有消息人士指出 鮑伊爾知道大股祥品是誰 但只要付款到位 他就不會問任何問題 而且為了做大生意 還刻意讓別人相信 大股祥品就是他的簽賭戶 對此鮑伊爾的律師表示 鮑伊爾和大股祥品從未見過面 彼此也沒有說過話 但其他問題他拒絕回答 水源一平因為竊取大股祥品 數百萬元的美金 去運動賭博 遭道奇球隊球團開除 而他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表示自己從來都沒有賭棒球比賽 而自己在賭博方面也很糟糕 錢是越輸越多 就像滾水球效應 最了解水源一平遭開除的原因是 銀行的記錄中至少有 四百五十萬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43億元的錢 從大股的銀行戶頭 被匯到一個博弈公司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水源一平在2021年開始 在國際足球比賽 和其他體育比賽上下注 但沒有下注棒球 水源一平本來說大股祥品 知情後同意支付債務 交易時用了貸款字眼 為什麼大股不直接給他錢 而是用自己的賬戶匯款 水源說大股不信任他拿錢 他不想讓我賭掉 不過之後水源又改口 否認大股知道他賭博以及債務 他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所有的後果了 而外界過去總認為大股祥品 還有水源一平 無論是在公共場合還是私底下 他們兩個的關係都是非常緊密的 但是在今年的2月 大股祥品接受訪問時才說 我們之間不是朋友 而是商業夥伴 而今天日媒也發現 大股祥品他已經取消追蹤水源的IG 兩人的關係正式宣告破裂 根據外媒報導 大股祥品今年2月出席 到期球迷見面會 被主持人問到 和水源一平的關係時 大股祥品一臉尷尬的笑著說 我們不是朋友 我們只是商業上的夥伴 但他又隨即笑著說 但我們在約會交往 讓現場球迷也被逗得哈哈大笑 而水源賭博事件曝光之後 大股祥品委任的律師事務所 在聲明中寫道 他們發現大股是大規模 竊盜案的受害者 而大股祥品也被發現 突然取消追蹤水源一平的 Instagram帳號 而水源一平偷大股祥品 1.4億賭博 這整起事件一曝光之後 就讓不少的球迷不敢置信 同時其實大家也都很擔心 就是這整起事件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大股祥品 至於這件事是否會牽連大股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 他是否明明知情 但是還是把錢會給了運動博弈經濟 雖然運動博弈在美國大多數州已經合法化 但是在加州仍然屬於違法的 如果大股祥品知情 而且放任水源遷堵的話 那最嚴重可能會落得他無法繼續在加州打職棒的地步 而聯邦調查人員在調查時就發現 雖然銀行的匯款資料顯示 資金是從大股的賬戶轉出 但是消息人士包括水源一瓶都指出 大股並沒有賭博 而這些資金是支付水源欠下的賭債 雅英你看水源一瓶欠了這麼多錢 所以大家當然就很好奇 那到底水源一瓶的年薪是多少呢 要來告訴大家 其實水源一瓶他之前是在美國長大 然後從2012年就開始擔任日本火腿隊的翻譯 2017年開始他就跟著大股一起到天使隊去擔任翻譯 那他平常其實要幫大股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除了翻譯之外 當司機還要照顧他的個人生活 所以他的年薪真的是非常可觀的 因為他的年薪是抽大股祥品年薪的1到2% 那以大股祥品現在最新的合約是平均7000萬美元的話呢 其實水源他大概是一年可以拿到70萬美元 也就是將近新台幣2200萬元 到新台幣4400萬元的薪資 哇 那其實這個薪資是非常可觀的 非常可觀 所以大家現在也在想 那到底水源一瓶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因為大家以前對他的了解可能就是 就是大股的翻譯嘛 好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這個水源一瓶 其實他除了是外界公認說是大股超親密的朋友之外 他在球迷當中也非常的受歡迎 就連大股日前公開了他跟妻子的合照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水源一瓶的身影 兩個人的交情可見一斑 水源一瓶出生在北海道 父親曾經在天使主場所在的安娜罕 擔任日本料理店主廚 因此他從小就在美國長大 在鋼島秀樹加盟紅襪的時候擔任他的翻譯 而且也曾經回到日本擔任過火腿隊的 洋將翻譯才因此認識了大股翔平 後來就成為了大股翔平在大聯盟的翻譯 事實上水源除了擔任大股的翻譯之外 在私生活當中也非常照顧他 像是大股剛到美國還沒有駕照的時候 水源就擔任他的司機 而他平時也要處理媒體關係 還有大股的訓練搭檔 更曾經在拳雷打大賽當中擔任蹲補的任務 讓球迷戲稱二刀流選手的翻譯也要是二刀流 而水源在大股的球迷間人氣也相當的高 過去水源還曾經代替大股 戴上武士帽上場接受慶賀 或者是在各種可能出錯的關鍵時刻協助大股 讓球迷們都表示大股不能沒有一瓶 如今傳出水源竊取大股金錢遷堵的事件 讓日本的網友們也大為震驚 紛紛感嘆說他們看起來相處得很融洽 我真的無法理解希望大股不要受影響 而就像剛剛凱毅所說的 水源一平他是深受大股降評的信任 而且他們兩個人的關係原本也是非常緊密的 不過現在卻爆出重大的背叛 讓水源瞬間變成了全民的公敵 有許多網友都紛紛湧入水源的IG留言說 你為什麼要偷大股的錢 水源一平最新的IG貼文停留在去年的12月14日 當時大股降評宣布從洛杉磯天使隊 轉戰同城球隊到棋隊 水源在IG寫下 非常感謝各位球迷過去六年來的支持 我會想念你們的 當初熱血感動的一篇發文 今天卻湧入了大量網友崩潰留言 寫下搞屁呀水源一平 還有網友無奈的表示 你完全就是在一個超棒的環境中 擁有一份超棒的工作 但是你卻要毀掉和大股的好關係 轉換焦點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大股跟汪曉飛離婚之後呢 兩個人之間的官司還是持續的 昨天呢大股是罕見的動氣 發文反擊汪曉飛 透露說自己當初懷孕的時候 曾經遭到對方推倒在地 而且還收到大量汪曉飛 跟多名女子的出軌照片 而她的前婆婆張蘭 甚至還勸她不要離婚 大股更說這一段十年的婚姻 造成了一兩死一重傷 至於她被攻擊說刷王曉飛的卡來購物 大股憤怒地表示 刷你的卡 但花的卻是我自己辛苦賺來的錢 大股許希元以前夫王曉飛 離婚後仍爭議不斷 還被南方指控離婚後刷他的卡 買東西送到韓國去 20日大股發文跑紅王曉飛 並澄清成為刷對方的卡 送東西給聚軍業 更曝光 曾在運期遭到前夫推打 她痛結 婚內出軌的就是汪曉飛 承認離婚後 自己曾為謝憤刷前夫的卡 不過她隨機強調 這是汪曉飛簽字允許的 表示並沒有刷汪曉飛的卡 買任何東西給聚軍業 而大S也在貼文內曝光 當時生氣的原因共有三點 張蘭造謠 黑人因跟你的政治理念不同而毆打你 事實上是你喝多動手推倒我的妹妹 我大著肚子阻止也被你推倒在地 你抄起哈利波特金裝板砸向我 黑人緊出手固定你 停止你繼續傷害我並沒有毆打你 並且我收到大量你婚內跟各個不同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才知為何你總急著兩地飛 大S感嘆 現在事後回想當時刷卡洩份 覺得有些可笑 並表示付出在汪曉飛身上的多更多 更說到刷你的卡 花的也是我自己辛苦賺來的錢 而在貼文最後提及 這是最後一次回應相關事件 今後將勸勸交由司法 對於大S指控汪曉飛呢 是家暴以及婚內出軌等等的 汪曉飛呢也發文做出反擊 強盜自己從來都沒有推倒前機 還有小S 而且他還曬出了 從台灣寄包裹給巨峻葉的包裹收據 激動的表示 你說沒有買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呢 憤怒可以理解 但是離婚買嫁妝和逼我簽補充協議 然後馬上結婚的是你 大S1於20日發出聲明 指控汪曉飛婚內出軌 並且家暴運期的自己 並同時回應離婚後有刷卡洩份 但這是他付出更多以及辛苦賺來的錢 引發各界哗然 對此汪曉飛也隨後發文反擊 解釋小S一直慫恿大S跟他離婚 一氣之下才會動手推對方 他還反控 大S吃藥後用刀高爾夫球刊 紅酒瓶打自己 並表示 證據都有 也有人證 結果你說你忘了 並說 把我看成你罢了 更曬出 從台灣寄包裹給巨峻葉的包裹收據 激動表示 早就跟他聯繫上了 別不承認 坦言對他們一家的說詞 已經容忍太久 希望以後有事 不要再通過別人的嘴巴說 在文章最後說到 這14年夠多了 最好就收吧 而張瀾呢 在昨天晚上也開直播反擊了 他說自己能夠提出相關的證據來反駁 而且呢 還說自己已經做好了 跟汪曉飛斷絕母子關係的準備 至於孫子孫女呢 張瀾則是說 這是家族的血脈啊 將來自己還是會張開雙手迎接他們的 那他還說如果要說汪曉飛還欠大S錢的話 那應該要把他置辦給汪曉飛跟大S的婚房給還回來 還指控大S說你當初賣婚房大概賣了3億台幣左右 對於S媽回覆記者時感嘆 汪曉飛欠錢不還是事實 今生不還來生還 張瀾在當天晚上的直播中就回應了 你說的非常的對 人是有因果的 但不是下輩子 而是這輩子 那也請你把我給他們購置的婚房給還出來 你大概賣了3億左右的台幣 張瀾的意思相當於將婚房賣掉的3億元 扣掉汪曉飛至今未還的上億元 S家還反過來道歉汪家2億 雙方都指控對方欠錢不還 除此之外張瀾還批評 大S現在的行為是在影響祖國下一代的價值觀 讓年輕人恐懼不敢相信愛情 張瀾更表示已經提出小部分針對性的證據的同時 也做好了跟汪曉飛斷絕母子關係的準備 他說會這麼做是出於自己的企業家身份 有責任要保護和他一起打拚20多年的團體 而且要帶頭梳立社會正確的價值觀 對此許多網友紛紛留言說 張瀾的證據就是自己手敲的彩色文字 word截圖 還有人留言說是不是對證據有什麼誤解啊 更有網友說看到這麼多評論罵張瀾 我就放心了還是正常人多 而大S的媽媽在接受鏡週刊的專訪時 也對於王曉飛欠大S上億元債務這件事情做出回應 那S媽就說欠錢是事實 今生不還來生還 從大S跟王曉飛離婚之後 S媽一直居中扮演著一個白臉的角色 但是呢是有苦難言 他說自己其實年紀也比較大了 不懂抖印那些不懂什麼直貨帶貨這些都不太懂 只是自己的心裡也很憋屈 還好他的心臟還行 不然現在S就沒有媽媽了 大S學習員與前夫王曉飛離婚後 各自展開新戀情 但兩人的官司以及財務糾紛至今仍未解決 19日王曉飛才會洩漏大S各自遭起訴出庭 20日才被爆出擊欠對方上億元 更捲走共同賬戶的錢財 S媽近日接受鏡週刊採訪揭露兩年來的心喪委屈 她透露當年為了王曉飛擔任S Hotel的成足保證人 如果王曉飛付不出房租就得由她負責 所以每當王曉飛延遲繳納房租時 家裡就會收到存證信函讓她十分害怕 而她也多次向王曉飛提出要卸下保證人的身份 但對方只會敷衍回應拖延至今 大S先前曾秀出借給王曉飛2600萬元的借據 實際上的金額竟然是人民幣與港幣 加總勾達1.7億新台幣的欠債 如今也尚未償還 針對王曉飛積欠大S上億元 S媽說了咒話痛批 欠錢是事實今生不還來生還 並提到自己一直在兩人之間半白臉 實在有苦難言 而至於保證人的轉移手續 S媽無奈表示 就憑王曉飛的良心吧 這兩年看到全家人因不時謠言受到網路霸凌 更讓她崩潰直呼 希望人要有好的人性 大S發文炮轟前夫王曉飛 而在內容中就有提到一句話就是 十年的婚姻兩死一重傷 那網友們就開始在猜測說 這句話裡頭到底是有著什麼樣的含義 到底在說什麼兩死一重傷呢 那就有網友猜測說 應該是大S之前為了王曉飛兩度流產 而且自己在生產的時候 因為癲癲發作還險些送命 而對此大S的經紀人 也親自解答了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大S在2010年的11月和王曉飛結婚 不久後便懷上身孕 但在隔年3月婚禮前夕發現胎庭 只能動手術迎產 但當時並沒有伸張 藏著剛失去孩子的悲痛出席婚禮 後來雖然調養順利 和王曉飛生下一子一女 但在2018年4月懷三胎時 再度遇上胚胎萎縮 只能又一次遺產 而事實上大S多年來 為了求子相當拼命 自身原本就有癲癲症狀 在2016年準備產下第二胎時 因為公縮嚴重 痛到體力不支 再加上對止痛藥物過敏 導致生產過程中出現缺氧 昏迷等癲癲症狀 經過醫師搶救才挽回一命 並駐進ICU接手觀察 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 而他說的兩死其實就是指 流產的兩個孩子 一重傷則是因為他生孩子 元氣大傷 經紀人心疼的解答著背後真正的涵義 去年底發生了新北國三生 割喉命案當時是震驚全國 相信亞映應該都還記得這起事件吧 對 沒錯 那當時呢痛下紮手了 這一名乾哥哥郭姓少年呢 當時是被這個少年法庭 給裁定收容 經歷了三個月的調查 法官在今天上午裁定 將他依照殺人罪嫌 移送檢方 至於涉嫌教唆殺人的乾妹妹 林姓女子 將在今天下午宣示裁定的結果 去年12月25號 新北市一名國三生 因為仗義直言 遭到隔壁班的女同學 招來同樣是國三生的乾哥哥 來替自己出氣 沒有想到這名乾哥 居然拿著彈簧刀 猛刺這一名男同學 導致男同學最後是傷重不治 家屬今年1月在告別式上 明確表達反對廢死 並且要求殺人償命 速審重判 而今天法官裁定 將乾哥哥 依照殺人罪移送檢方 而涉嫌教唆殺人的乾妹 則是在下午宣示裁定結果 至於民事賠償部分 受害國三生的父親曾經透露說 乾兄妹的父母 早就已經脫產了 沒有賠償能力 讓他們求償無門 接著要帶大家看到的是 高雄一輛遊覽車 昨天晚上8點多 行經人武區水管路的死後 疑似是因為這個司機 他對路況不熟 就撞上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寒洞 導致當時坐在上層 第一排左側的一名80歲乘客 當場殘死 另外還有14人受到重傷 而事發當時 遊覽車衝撞寒洞的影片也曝光了 後續警方將會釐清事故的發生原因 昨日晚間八時許 發生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 鄧南駕駛遊覽車 行經高雄市人武區水管路 西向東至人武區水管路 19-3號前地下慢車道時 疑似路況不熟 直直鑽上高速公路下緣 導致遊覽車的車頭當場斷開 坐在上層第一排左側的 一名80歲周姓男子當場殘死 另有14人受傷 根據監視器畫面 鄧南駕駛的遊覽車車速並不快 到了寒洞前約2到3公尺時 似乎才發現高度 雖有稍微煞車 但為時已晚 整輛車直接撞上高速公路下寒洞 死者事發時剛好坐在駕駛座上方 家屬聽聞2號當場痛哭 目前詳細事故原因 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而這起事故造成了一死14傷的悲劇 而唯一的死者周姓老翁 他的家屬接到2號之後趕到現場 確認遺體後蹲在路邊是放生痛哭 死者的女兒受訪的時候說 才跟父親通完電話 父親說才剛到高雄 沒有想到這竟然是父女倆 最後一通的電話 自此天人永隔 而6月就是爸爸80歲大壽 家人已經準備好要辦生日宴了 沒有想到卻傳來2號 讓人心疼不已 對我們剛剛還有跟他聯絡 車上還有跟他聯繫 他說可以到高雄了 他這邊在繞什麼 有點生氣了 有跟爸爸通上電話就對了 結果沒想到 對啊我不知道啊 他坐在前面 剛好司機住的後面 就最上面那邊 司機正上方的天啊 寒洞就不能過去了啊 你幫你回家路需要經過這個寒洞嗎 沒有沒有不用經過 就在前面的紅綠燈 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往到前面這邊開 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要往過去那邊讓他們下 他給開到機車道了 對他應該是下面那個車道 不應該在上面 常常跑這裡的車 怎麼會不知道這個狀況啊 爸爸幾歲啦 今天要滿80歲 6月份要給他做80歲的大壽而已 然後我們從屏東回來 我們說要回來找爸爸 結果他說他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到家了 結果後來接到的電話就是這樣子 而家屬今天抵達殡仪館 參與鄉宴 針對駕駛為了省時間開慢車道 私者的兒子非常的生氣 批評說這樣子的說法 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還說這名駕駛一路上 都不遵守交通規則 一直在開快車 甚至是變換車道 很多用路人在國道 以及路上都有看到 將會追究到底 趙氏駕駛他說 他為了省時間 所以他就是沒有開汽車道 走了機車道 這部分你們這個講法 你能不能接受嗎 你開機車道和汽車道 有節省到什麼時間 那根本 因為他一路上 聽說就是一直在開快車 變換車道的 很多在國道上或者 在路上很多駕駛都有看到 然後也在臉書上發文 然後說 那遊覽車開得很離譜 這樣子開的話 大概晚上會出事情 結果真的晚上就在 已經到家門口了 還會出事情 你說標示附近 他有一個性高很大的標示在那邊 對啊 你說一般小車開過去的話 都要很小心的 更何況是遊覽車那麼大 因為遊覽車的話 那個車道根本是 沒有什麼很多的空間 他完全都沒有煞車過去 因為你都維持這樣子的行為 造成嗎 對啊 這是他的行為 因為他一路上 經常都不遵守交通規則 這真的是真的 而且那個慢車道 聽說是規定慢車道 一般很少汽車開 那一個車道 這是聽其他乘客講的 就是他都沒有遵守這個規則 臉書上講的 因為很多人 他這台遊覽車有煞車過 他都一直給他超車 這名開車的鄧姓斯 機事後被警方帶回調查 就發現他當天是從早上5點多就出發 一直到事發當時的晚上8點多 等於說他當天是整整連開了 將近15個小時的車子 那是否有疲勞駕駛 或者是超時 還有帶檢警 進一步調查離情 警方現場將司機鄧楠 帶回分局 釐清事發經過 經過初步了解 這一輛遊覽車的旅行團 是一日遊的行程 車上共計27人 而這一名鄧姓司機 他開著遊覽車 返程行經水管路西向東方向 為了節省時間 才會提早切入行駛 機慢車道 但因為車子的高度 超過了這個寒洞限高2米 導致車頭自撞 而鄧姓駕駛 事後被警方帶回調查時 他的酒測值是0 不過根據了解 這個旅遊團從清晨5點半就集合出發 一直到事發當時的晚間8點多 鄧姓司機幾乎是整整開了將近15個小時 但是否有疲勞駕駛 或者是超時等問題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同樣是車禍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發生在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 昨天發生在12點多的一起嚴重車禍 當時有一輛行駛中的公車 突然就偏離了車道 但他就是失控 直接撞進了旁邊的這一間 三媽臭臭鍋 造成的現場是兩名行人受傷 幸好經過送醫治療之後 都沒有生命危險 而業者的監視器 也拍下了當時驚悚的撞擊瞬間 一輛行駛中的公車 突然偏離車道 失控撞倒整排機車後 還一頭衝進一間三媽臭臭鍋 路旁一名女子 似乎剛買好午餐走出店外 發現公車翼撞後急忙閃避 但仍被公車撞倒的機車掃到 當場倒地受傷 而距離較遠的兩名民眾 則驚恐閃避 所幸並未直接遭到撞擊 而這驚悚的瞬間 全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這起車禍發生在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 20日中午 一輛正邀近戰的首都客運公車 失控撞進一家三媽臭臭鍋 造成現場兩名行人輕傷 送醫後均無生命危險 據了解車上乘客五人受傷 不過房東表示 看到公車撞進來時 嚇到哭了出來 好好一間房子被撞成這樣 要求首都客運一定要負責 由於擔心建築物倒塌 目前公車仍卡在旗樓處尚未移動 後續將郊遊結構技師到場勘查 首都客運總經理李建文 趕往現場受訪時表示 司機在開車時突然感到身體不適 瞬間暈眩才導致這起事故 後續公司將會負起責任 承擔傷者所有醫療費 房屋復原費以及店家營業損失 接著來看看我們今天的每日一字 哇一個密布在一個格 這個字要怎麼唸呢 選項一是格 選項二是可 格選項三是個 選項四是克 嗯 我要 我選三好了 個 堅持就是我們上次說的那個選項三 對 CD 綠 我在一跟三之間猶豫 但我決定 格 個 格 還是可 克 好啦 我選 我選可好了 到底今天會不會七連半呢 待會大家就會直到達 好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的是一年一路的白沙屯媽祖競箱活動呢 每年都吸引非常多的信眾呢 是一起跟著走 那呢 也有不少政治人物還有藝人都跟著參加 那在19日的時候呢 國民黨總召富坤旗還有花蓮縣長許正衛夫妻倆也專程到了台中來迎駕 不過媽祖的鸾叫呢 在路口搖晃了一陣子之後呢 卻右轉繞過了他們兩個 不少網友看到這個小插曲都笑著說 媽祖也太帥了吧 白沙屯媽祖競箱活動 請大批信徒共享盛舉 國民黨總召富坤旗和徐政衛夫妻倆也不例外 他們專程來到台中迎駕 眼鏡粉紅超跑就在眼前 沒想到下一秒直接90度大轉彎 傅坤旗只好默默跟上去 逗趣的小插曲引起熱烈討論 紛紛笑喊媽祖神威 從19日直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行程一項飄忽不定的白沙屯媽祖走到台中龍井區公所旁 當時傅坤旗夫妻就在馬路中間等待媽祖到來 不過媽祖在路中停了一下之後 下秒右轉繞道而行 傅坤旗夫妻健壯一路跟隨 不過傅坤旗20日被問起此事時 他特別強調有順利贏嫁 也還原了當時的經過 笑聲粉紅超跑本來就是隨心所欲 今年的白沙屯媽祖起嫁 吸引了將近20萬名的民眾來跟隨 不過也引起了一些亂象 像是有民眾爆料說什麼 吃過沒有吃過的食物丟到地上 甚至是亂丟垃圾這樣子的行為 那有一位資深的香燈角 他就沿途列出了十大的亂象 讓他感嘆說現在建鄉越來越像 行動也是 這位已經跟隨白沙屯媽祖建鄉10年的資深香燈角 在臉書社團指出 回憶起以前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遵守十大戒律 就是不鑽叫底還有垃圾自己帶走 只拿自己夠吃的不貪心 用不到的就不要拿 走的就是修心還有陪伴 凡事都要正面感恩 而且反思檢討自己 想到別人因為都在麻煩別人 還有隨時幫助別人 淨天淨地緊媽祖 不過近年來人潮越來越多 隨之而來的就是引發了一些亂象 讓他認為宛如行動夜市 他就指出了這幾項亂象 像是追熱潮 測媽祖 亂跟還有亂摸叫 四處拿免費的節緣品 還有來湊熱鬧 亂丟垃圾 利用神明找神機 自私認為別人做的都是應該的 還有假借神明的名義 對自己做有意的行為 還有為了必章來玩的 以及說妄語 這位相登角直言 就是禁箱不是行動夜市 構建來禁箱的姓眾 如果只是為了自己 最終會回向自己 因為媽祖都有在看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新聞是 總統府前發言人Kolask Yotaka 在2023年就遭報 他在競選花蓮縣長的期間 與一名李姓已婚的隨戶 發生了不淪戀 事後這名李姓隨戶的妻子 就提購求償 而花蓮地方法院則判 Kolask Yotaka應該要判賠75萬元 對此他則說 沒做的事不能吞 他會繼續站 因為他相信真正的公益 會出現 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Kolask Yotaka被報涉入不淪戀 讓政公一撞告上法院 求償百萬 而法院就認為 他在LINE訊息當中 與李姓已婚隨戶 有超乎工作的關係 甚至超出一般朋友 正常社交往來程度的曖昧對話 而且兩個人的交往互動 已經超乎工作關係 或者是一般朋友 正常社交往來的程度 侵害李七配偶關係情節重大 應該賠償李七75萬元 對此Kolask的回應 說政治是血腥的正常 這條爭取恢復名譽的苦路還沒結束 未經提出上訴 在花蓮高分願見 而他也在臉書上抒發情緒說 感謝很多好朋友的鼓勵與關心 旅途途中停下腳步喝杯咖啡 咖啡可以喝 但沒做的事不能吞 喝完我會繼續戰 Kolask遭到法院判賠75萬元決定上訴 對此李姓隨滬表示 法官是不聽證詞 不看證據 沒有的事情一切都太扯了 李姓隨滬蘇明 是因為他與妻子常言失和 妻子妄想他有外遇 還被妻子言語霸凌 他在家中根本就沒有經濟掌控權 每個月薪水都必須要上繳 而且妻子一個月只給他5000元 妻子因為有欠債 所以用他的薪水來支付債務 妻子雖然多次提起離婚 但是反反覆覆一下同意 一下不同意 婚姻出現問題一個巴掌拍不響 但是選舉期間的政治力介入 利用婚姻中原本就有的衝突 帶來不符比例的傷害 對於法院判決結果 李姓隨滬表示 沒有的事情這一切都真的太扯了 接著來帶您關注一起社會案件 新北有一名12歲的少女 我們就要先叫她美美好了 她因為家庭的因素 進到了三重某社福教育機構 沒有想到在課程期間 她遭到一名14歲的學長 柔胸搓下體 次數高達了7次 而且這個過程竟然都被對方給拍了下來 行經是非常的惡劣 那美美的爸爸就非常的憤怒 說事後這個機構都沒有通知監護人 近期判決結果出來 肇事的同學以及家長都是人間蒸發 讓她哭訴無門 對此呢 Heat Today新聞雲的記者 在採訪聯繫之後呢 這個機構就回應說 一切將會依法來處理 一位父親對著鏡頭氣憤控訴性侵 因為她的女兒在社福機構讀書 近遭學長猥褻 社福機構甚至還冷處理 更不斷踢皮球 我真的覺得很過分 老實說沒有畫面 所以就完全對我冷處理 還說我女兒是騙人的 說是被 只是被摸而已 不是被性侵 真的很過分 新北市這名12歲的受害少女 化名美美 因為家庭因素 2022年7月被轉介到 財團法人三重某社福教育機構 沒想到才過幾天 美美就在課程期間 遭14歲的學長柔胸摸下體 甚至還拍照留影 一週內更多達7次 但事件發生之後 這家社福教育機構 卻跳過身為監護人的美美父親 只和美美的奶奶聯絡 美美爸過了兩個多月 才知道女兒被欺負 憤而提告 更令這位父親生氣的是 他向機構詢問 老師還推託說 監視器畫面不能提供 還踢皮球表示 事情進入司法程序 他們就管不了了 近期民視判決出來 趙氏同學和其家長 竟然人間蒸發 機構也完全不關心 讓美美爸痛批 這家社福機構根本不盡責 他們還自稱是教育改革單位 真的很諷刺 搭著慈善的名號卻不做事 讓無辜的孩子受傷還不承認 但是對方判決都已經拿出來了 他還是不堅承他們沒有錯 對此該機構表示 已經請猥褻的男同學離開機構 當時沒有通知美美爸 是因為沒有他的聯絡方式 美美的奶奶也反對通知他 且所有程序都依信品法處理 也有陪美美出庭 並提供適當的輔導資源 日前發生的凱凱遭到保姆虐死事件 當時這個涉案的女社工 被上課的畫面 是第一時間就讓整個社工界炸鍋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會不會下一個就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今天我們旗友慈旅節目裡面的來賓 我們就邀請到了通靈少女索菲亞 她是社工系畢業 而且是領友執照的專業社工 那她就要來節目上來談社工的心酸 像是她曾經說 你除了24小時都要接電話之外 還會被要求KPI 甚至你還領不到你的 應該有的加班費跟薪水 而且你想要換修還修不到 因為人就是不夠嘛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休假的 更多關於社工做功德甘苦談 若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待會1點10分的時候 要持續鎖定我們的旗友慈旅 那接下來我們持續來關注 兒童受虐事件 我們把焦點轉到了南韓 南韓這一名戀童銀魔 她叫做趙斗淳 她在2008年的時候 她在京畿道的安山市 某一個教會的廁所 用非常殘忍 而且變態的手段 來性侵一名8歲的女童 導致對方是性器官跟肛門 嚴重毀損 那趙斗淳她在入獄20年之後 是終於刑滿出獄 最近她在家裡 就跟自己的妻子 爆發了嚴重爭吵之後 她就在晚上不顧警方管制 是強行外出了40分鐘 那她這樣外出其實是違反 這個法院的規定的 所以現在這個法院就判處她 因為這個行為她必須要再 有三個月的有期徒刑 那法官怎麼說的呢 就是說你趙斗淳 你明明就知道 你是不能違反的 你就是晚上 你是不能外出的 但是你卻還執意違法 而且你無論是在執法機關 或者是在法庭上 你都還一直要求說 我想要減少罰金啊 根本就沒有真心的悔過 因此法官在念完判決文之後 也是當庭基亞這一名 淫魔趙斗淳 就希望以後還是不要再有 這些事情發生啦 希望這些兒童 其實這起事件非常的著名 因為她有被翻拍成電影 沒錯沒錯 那其實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找出來看 那其實她對於她這種逃出去的行為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後來就是很多人看到 都會覺得 你為什麼你是可以新鞍出獄 然後你還住到了你的受害者家附近 當時這個事件 真的是在網路上 引發了蠻大的話題討論的 沒錯 那接下來呢 帶大家看到下一個新聞吧 交點拉回台灣 看到食安問題喔 台中知名海鮮餐廳大鼎活蝦 傳出使用了非食用級的蘇打粉 來製作蝦餅 那遭到食安署的重罰 而大鼎活蝦事後 也發出聲明道歉了 他說是沒有察覺到這個包裝上面呢 他們是沒有標示說 這個是非食用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邊就圈起來地方 就明顯的標記寫 禁用於食品 就是明明確確的告訴你說 這個是沒有辦法用在食品上面的 那他們卻用來製作這個蝦餅 根本就是自打臉是民告 台中市食安處表示 去年10月18日的時候 派員到西屯區的大鼎活蝦餐廳 股份有限公司稽查 查獲業者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的小蘇打粉 涉嫌違反了食安法規定 查獲該公司還有各部分不符合食安管制系統準則項目 經過複查還是有不及格的事項 一共是開罰了144萬元 而大鼎活蝦遭開罰之後呢 也火速發聲明稿道歉 提到製造過程使用了鐵錘牌的小蘇打粉 在過程中沒有察覺到進口商 將此品項以非食用級申報 不過遭查獲的蘇打粉外包裝 就明顯貼著中文標籤 寫著用途清潔除臭 禁用於食品 明顯是打臉公司說法 而對此大鼎活蝦回應 目前本公司已不再針對此事件做任何回應 若有任何問題 請向裁罰的主管機關詢問 接著要來公布我們每日一字的答案了 音音同客 我們又錯了 可惡 好啦 我們這次的選項是 答案是選項4 我記得 好 我們來看客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它是說織物的尾線 所以應該是像我們身上這種穿的紡織的東西 它不是會有金線跟尾線嗎 就是橫的那條尾線 這個字念作客 大家要記起來囉 對 好 那接下來大家看到了 很多人心目中的一個其中最著名的怪獸的角色之一 就是哥吉拉 對 而且他們最近呢 好像我記得下禮拜又有電影要上映了 哥吉拉跟金剛嘛 對 所以就很多的影迷是非常的期待 那其實在3月16日的時候 這個跟真人等身大的哥吉拉呢 竟然出現在了東京的街頭 而且呢 它是特別呢 當池袋的一日警察署長來宣導交通安全 那現場是吸引了不少民眾拍照以及尾觀 來了來了 怪獸哥吉拉在東京池袋鬧區登陸 這次不是來毀滅城市的 而是要來守護民眾的出入安全喔 日本每年春境例行的全國交通安全運動 即將在4月初起跑 所以池袋警察署在3月16日特地請來 怪獸哥吉拉歷臨東京池袋 擔任一日警察署長 幫忙宣導交通法規 前方有警車開道 後方還有警示廳的樂隊演奏出場配樂 在池袋車站附近 遊行約200公尺後 哥吉拉還相當親民的參加搶達活動 不過答錯問題時 哥吉拉署長可是會生氣氣的喔 請到知名的怪獸助陣 成功引發話題 警方也希望藉此 讓民眾更加注意交通法規 減少事故意外的發生 牙醫我問你喔 通常你會拿這個Powpoint來做什麼 就是做簡報啊 就是做簡報嘛 大家一般對於這個Powpoint的用途 應該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日本有一名這個繪圖達人 他叫做營野內良柱 他居然用Powpoint的這個軟體 來畫出在這個葬送的福利連 裡面的主角就是福利連跟費輪 而他呢也公開整個的繪圖細節 其實如果你單看就是 你在我左邊的這個成果圖 你會想說有什麼藍藍的感覺 好像就是直接圖片複製貼上嗎 但是呢 這個營野內良柱 他就公布了 就是當你把Powpoint 然後你把它點擊成 那個投影片的時候 就會顯現出來 其實密密麻麻的很多的這個圖層 他是交疊在一起的耶 他是這樣一個一個圖層 這樣自己畫出來的 所以他這張圖就是曝光在網路上之後呢 就讓許多的網友是真心的佩服 目前他的這張貼文呢 已經突破了3萬多人按讚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他的推特去觀看更多他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 真的超厲害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是可憐的狗狗 這是發生在台中 有一隻柴犬 他就被網友發現說 他是半吊著在陽台地區 而且他就發現 他只能這個後腳站立 那他可能因為前面就是有這個鏈條嘛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整隻狗子站在地上的 他只能這樣趴著很無助的樣子 那目擊民眾就拍下影片 來向動保處報案求救 而動保處介入了解之後呢 認為這隻柴犬並沒有立即的傷害 再加上是初次有這樣的情形 因此動保處勸戒之後 就將這隻柴犬給似主帶回去了 一名網友在臉書社團 揭露了一段柴犬的影片 在影片當中 狗狗被綁著脖子 似乎上半身被吊著無法著地 只能無助的攀在旁邊的欄杆休息 而熱心網友當下有去敲門 卻沒有人回應 他才因此PO上網求助 而大約兩個小時之後 狗狗終於被帶進屋裡 但是還是有許多網友 擔心毛孩的情況 因此後續里長也協助了解 並且證實安置狗狗 而警察跟動保處也介入了 確認狗狗的安危 動保處表示 由於這名四主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行為 而且他也表達了繼續飼養的意願 因此狗狗目前已經被接回了 但是如果還有再次類似的情形的話 才能強制的將狗狗帶走 而里長跟一起前往的愛狗人士 當下也對狗狗進行檢查 確認身上沒有傷口會疼痛 四主也表示 未來里長隨時都可以來探訪狗狗 不過在比較偏華南地區 其實可以看到有雲系逐漸的發展 並且朝著東方慢慢的移過來 那這些雲呢 其實造成是比較偏中層跟高層雲的增加 不過當它慢慢的移出來 靠近我們台灣地區的時間 大概是會落在今天下半天比較偏傍晚之後 到明天比較偏上午的這段期間 所以在北部地區現在雖然說是雲量比較偏少 有些陽光出現 可是其實到了今天傍晚以後要留意一下 雲量有些稍微增多的情形 那當雲比較多的時候 部分區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小小的飄雨現象 不過並不是所謂的這種大雲一整個晚上 那只是今天晚上的北部地區 可能雲量有一點略為增加的趨勢 其他地區的雲量跟水氣含量其實相對比較少的 不過這雲的影響其實也只有 僅含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的比較偏上午這段期間 今天來說其實圖面上面可以看到 幾乎是沒有什麼降雨出現在我們預報圖上面 那比較屬於雲量多稍微有一點感覺降雨 特別在東南部地區會有些零星降雨的這種清新 各地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是多雲到勤的 不過剛剛提到在今天晚上 從華南地區會有一波的雲星慢慢移出來 所以在北台灣今天晚間可能雲量會有些增多 偶爾有些地方有一點小小的飄雨 但並不是所有的區域都會出現大雨的狀況 而今天其實清晨這邊已經沒有出現了 清晨的時候溫度還是相對比較低 白天的時候回溫 可是其實相對之下 北台灣還是屬於比較偏涼的天氣 但是在中南台灣這邊的話 其實溫度表現上還是有來到差不多25度以上 真的太可惜了 我們倆今天的選項戰略 最後還是失敗了 失敗了 而且我現在已經七連敗 剛剛網友還迫不及待幫我預測說 明天應該會接著八連敗 網友對你也太沒信心了吧 我對 我都會凱依有信心 我覺得他明天可能會終止喔 欸喔 一定會的 沒錯 明天要來看看 看看明天我會不會有機會終於止敗 或者是我有機會繼續挑戰 我們這個小夢主播的十三連敗紀錄呢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也記得要持續收看 一體五間新聞囉 我是黃凱毅 我是黃雅毅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就會請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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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